大家好,欢迎来到历姐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韩国的感人电影《德久》 自从儿子在车祸中遇难,儿媳卷走了保险金 被自己赶出家门后,德久爷爷带着孙子孙女 日子变过得一天比一天艰难 两个孩子身边离不开人 爷爷就只能靠做些零工糊口 可真正的困苦从不来源于物质的贫乏 而是来自于感情的伤痛 双亲在成长中的缺失 让德久日复一日的自卑也孤僻起来 别的小朋友又要妈妈陪着上学 他也想要 别的小朋友餐桌上有美味的猪排 但他从来都吃不到 他无法理解贫穷所带来的差距 所以只能把怨气撒在文艺的爷爷身上 爷爷能怎么办呢 他拼了命的刷盘子做零工 非博的收入能维持填饱肚子 就已经是他所能做到的极限了 那天爷爷本该去陪妹妹德基参加幼儿园的活动 可为了挣钱 他只能让德久代替自己去 还答应给德久买他一直想要的恐龙玩具 可爷爷在餐馆刷了一天的盘子 挣来的钱还不到那玩具价格的一半 在活动里 德久看到其他孩子有父母宠爱呵护的情况 越发的自卑了 等回到家 爷爷也没买来他想要的玩具 德久的心里充满了愤怒 他恨自己的爷爷 恨爷爷把母亲从家里赶了出去 恨爷爷不守约定 他气得撒泼打鬼 直到爷爷答应在他上小学时给他买 才算是消了气 但爷爷真的能等到那个时候吗 他早过了能卖力气的年纪了 医生找到他的时候 他只能苦笑着经受自己 患了肺癌 命不久矣的事实 德久在学校时被一个胖男孩嘲笑了 他说德久妈妈咳死了他的爸爸 正话触碰到了德久最脆弱的神经 他愤怒地冲过去 和男孩撕打在了一起 孩子之间的恶意总是可怕的 准天胖男孩就诬陷德久 偷了他的游戏机 面对大人的责问 德久委屈 可他始终一言不发 直到爷爷赶过来 德久才说自己没偷 可爷爷还是拿了有条 狠狠地抽了德久的腿 他是为了告诉德久受了委屈 要把话说出来 不要自己憋着 这天爷爷出门时 小伙伴们来到德久家的院墙外 一遍遍叫德久出去玩 德久到底是个孩子罢了 怎么能抵得过玩耍的诱惑 可爷爷还没回家 德基没人照顾 一番犹豫后 德基用勺子别住了锁孔 他觉得这样德基就不会自己跑出去了 这样德基就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了 可当爷爷回到家时 德基已经口吐白沫 眼看就要不行了 爷爷急忙把德基背去医院抢救 德基是因为饿了 所以吃了太多的墙皮革 虽吐过后便不再有危险 但医生更担心的事情在于 德基的成长环境太差了 他没有妈妈 所以心智发育并不完全 再这样下去 德基的一辈子也就毁了 爷爷在那一刻 感觉自己心痛得几乎窒息 他不是不知道妈妈的无可替代 只是他倔强地不愿承认 回到家后 尚不知自己惹祸的德久 没有任何愧疚 还责怪爷爷 回来的晚自己都饿了 气得爷爷第一次打了德久耳光 孩子的自尊心总是强烈的 德久捂着脸 对爷爷说出最伤人的话 他说爷爷不该把妈妈赶走 说自己不要爷爷了 然后便跑得不见踪影 爷爷在村子里找了半个晚上 才终于在警局找到了德久 孩子的话总是说过就忘 但爷爷却都记在心里 他不怪德久 但德基的病情和德久的话 让爷爷彻底意识到 这样下去不行 他的病还能允许他 陪孩子们多久呢 即使他能坚持 孩子们能幸福吗 爷爷最终还是选择了低头 他决定找回那个 被自己赶出家门的儿媳 打听到儿媳 人在马来西安后 爷爷便开始着手 安排自己的离开 他没钱买机票 就去保险公司 想提前取出自己的保险金 保险公司不肯给 他便把保险拿去理押 向医生寄了一笔钱 爷爷又害怕儿媳不回来 害怕自己离开的时候 孩子们没着落 又先找到了一对 愿意收养的夫妻 托他们照顾孩子 安排好了一切 爷爷终于抽身来到了马来西亚 可他按照打听来的地址 找过去 见到的却只是自己的亲家母 而亲家母对于他的千恩万谢 更是让爷爷摸不着头脑 一番解释之后 爷爷才知道 当初儿媳卷钱离开 是为了给另一个女儿做手术 都是为了孩子 心地善良的爷爷 到底是没忍心责怪他们 回到韩国之后 爷爷的病情恶化了 倒在了病床上 来病房探望爷爷的德九 终于意识到 爷爷可能要像父亲一样 永远地离开他们了 德九慌了 他不能也不愿接受这个事实 只是他在爷爷兜里 捡到了一张纸条 上面记着妈妈现在的地址 德九偷偷拿着纸条 和妈妈的照片 去了上面记录的地址 想找妈妈 可德九还是去晚了 因为工厂的搬迁 妈妈已经搬到了别的地方 德九一个人走在街头 徒劳无助的想要向街上的人求助 可他太小了 小到没有人愿意理他 没有人愿意认真听他说话 当他跌坐在地上时 他终于想起爷爷曾教过自己的话 不要忍着委屈 否则只会心里难过 德九站了起来 在热闹繁华的街头 大声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他叫德九 他要找自己的妈妈 他不要爷爷就这样死去 或许是老天垂帘 他的消息终于 终于是传到了妈妈的耳朵里 爷爷不知道这些事 他就要死了 但在临死之前 他得把孩子们安排好 老头执拗地离开了病床 要再照顾孙子孙女一次 他拖着沉重的病体 带着德九和德基去买玩具 去吃猪排饭 然后再亲手把两个孩子交付到 寄养家庭的手上 再多的惜别和不舍 最终也只能化作一汪浑浊的眼泪 或许唯一的遗憾 就是没能把孩子们 真正的妈妈找回来吧 爷爷看着寂静下来的这个家 心里越发凄凉地想着 就在这个时候 德九妈妈回来了 他小心翼翼地站在门口 对爷爷说 对不起 我一定会攒够那笔钱还回来的 可钱又有什么用呢 爷爷想要的 就只是孙子孙女的健康成长 现在他们的妈妈回来了 或许一切就都会好起来了吧 爷爷也终于不再觉得有遗憾了 可真的会好起来吗 答案是否定的 人生家庭的缺失 已然对两个孩子 带来了不可逆的影响 看似渐渐懂事的德九 实际上 已然因为教育的缺失 有了性格上的扭曲和孤僻 心智不全的得机 更不必提 他们需要母亲 但他们需要这样一个 不负责的母亲吗 离开的母亲 看似一副为了给孩子做手术 才带走了钱 一副虽然有口难言 但仍然爱着自己 所有孩子的样子 可说到底 他才是造成了这一切的源头 如果他一开始动那笔钱时 就告诉爷爷原因的话 以爷爷的宽人 又怎么会拒绝他的祈求 在他回来时 把他赶出家门呢 可他却选择了 最不可理喻的方式 置自己的骨肉于不顾 他用最蠢的办法 救了一个女儿 并且毁了另一双儿女 在如今 离婚率高居不下的中国 也有不知反击的孩子 遭受着同样的命运 他们的生命 萌发于疑似迅疾的情动 可他们的父母 却不曾承担起应尽的责任 于是他们的一生 就注定走入孤僻和敏感的歧途 在本该纯净的心底 留下一生无法愈合的伤痕 今天的解说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